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九尾灵狐的故事 我们的女主就是这只九尾灵狐小九 虽然是灵狐,却因为灵力不足,也只能算是一个绊妖 她常常在深夜的欢山椅里,用凄美的哭声 吸引路过萎靡心窍的人类 只要中了她的魅术,那便会被她窃走体内的人灵 不巧,这次小九遇到的却是捉妖师重阳 而且法力还不低,小九轻而易举,就被她打成妖灵小指人 在被收走之前,小九趁机飞去了神都城 这里花亭九地,正是小九收集人灵的好地方 小九可不是一般的狐妖,一般男人的灵他还不要 只想找到一个人间的大英雄放自己的丈夫 听说神都的将军是人间最勇猛的男人 没多久,小九就自愿被神都的将军给带走 将军一时搞不清楚小九到底是妖还是仙 只能动用法术,将小九困在宫殿,让他出不去 可自从小九来到神都,神都便屡屡出现血案 死者都是神都极其美貌的女子 凶手来无隐去无踪 案发地一个脚印都找不到 一下子神都百姓人心惶惶 百姓们都认为是小九所为 在这城中,只要他会妖法 可小九被困在法阵中是不可能作案的 将军无忌之下,值得重金悬赏破案者 当重阳拿到神都之时 却意外发现,全案表面是杀人 其实只是为了盗取犯人的人灵 而欺凌者只可能是妖魔 或者是即将成为妖魔的人 与此同时,傲娇的小九在与将军朝夕相处中 渐渐爱上了看似心地纯正的将军 想尽一切办法让将军留在自己身边 这可把将军指负为婚的公主,气到不行 公主一气之下,去找了重阳帮自己 说是将军被扶摇给迷惑 城中的悬案也是小九所为 重阳在公主的帮助下,拿到了将军府 苛此时,将军当盾牌 重阳也没什么办法让小九露出原形 在主要品面前,都能保持原形 反而弄巧成拙,证明了小九如是妖 此事之后,将军也渐渐将小九当成人类看待 将他放出了法阵 小九获得自由之后,神都被窃责人类的案件 越来越多,甚至将军府的人都频频被害 重阳在一城莫展的时候 意外在书中看到用窃灵增强功力的方法 书中记载 天地万物皆有灵,窃人灵者将成为妖魔 巨人灵者便可以成仙 只要收集七七四十九人的人类 加上上城的灵狐 便可以让销炼者功力大增 这算算时间,明日便是知音之日 正是销仙巨灵的好时期 当日,这令公主人类也离奇被窃 当重阳查看公主尸体时 发现,他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将军府邸 原来他们指的方向并不是凶手的方向 而是自己身前人灵所在的地方 如果没错,人灵现在都被设计在了将军府 当重阳来到人灵聚集点时 再次想用法术逼小九显出原形 心机的将军偷偷拿走小九的分印 这会儿小九意外在众人面前 显出狐狸的原形 可问题就来了 小九显出原形这三条尾巴 按理来说,设计了这么多人灵 应该化成九尾,重阳想再次收走小九 查看情况 而将军却在此时阻止了重阳 重阳这会儿才发觉其中有蹊跷 当所有人认为小九被抓就没事的时候 这时重阳终于明白 将军一直留着小九在身边 就是想用他三尾灵弧的灵 加上人灵修炼成魔 而且还是他把所有锅都刷给的小九 不得不说,这一招觉得是够渣篮 不光抓着人家跑步还用人家背锅 接着将军即将用小九炼成九尾 往后的时候,小九也在这时才明白 自己一开始就爱做了人 重阳在关键时刻即使赶来 将军以为九尾狐狸 炼成就能被自己吸走 没想到,反被重阳给吸到了桌牙瓶 折腾了这么久 反被人家劫走 这一下,将军是愣傻了一眼 在得到小九的九尾狐狸之后 重阳果断用狐狸的法力将将军打败 在离开将军府之后 重阳将小九设在桌牙瓶里 自此之后,带着已经成型的九尾小九继续除魔 故事呢,也随之结束 每天一部抢电影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能作品来源 网络地影 妖狐传